时代发展 如今老年人增多 不少老人可以盘算着怎么养老 有的人提倡多攒点钱 晚年可以自给自足 不用麻烦子女 因为当今社会 子女都在城市里买房子居住 极少数的和父母住在一块 也有一些老人选择和子女起住 上子女给自己养老 毕竟只有子女在才算是一个家 不管有再多钱 如果子女不在家中 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 年龄越大越想念子女 越想和子女多说说话 虽然可能有些争吵 毕竟血脉关系无法割舍 老年人有众多养老方式 比如情保姆 住养老院 当然也有自己在家养老 其实让子女养老在众人看来 都是最合适的一种养老方式 如果传出去 外人也会说子女孝顺 而且自己每天可以和子女在一起 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好 但是子女养老也是有弊端的 首先自己的子女要足够孝顺才可以 为了父母可以无私奉献才行 不然的话是不会顺心的 先进年纪大了 首先身体越来越差 万一有个毛病什么的 一天两天可以 时间久了 如果子女不够孝顺的话 那肯定会心生怨言 一位65岁的阿姨哭诉道 我本以为让子女给我养老 会让我更加幸福 结果却让我后悔不已 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 65岁王阿姨的字数 我姓王 今年65了 年轻时候在一家工厂里做小领导 如今退休了一个月有6000元的退休金 完全够花 还能攒下一点 我的宗旨一直都是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委屈自己 我一直都知道 人生七十古来兮 十年少小 十年老弱 剩下五十年分成日夜 再除去刮风下雨 三灾六病 人生能剩下多少好日子 年轻时候累了点 晚年我只想好好享受 如今我的子女已经成家了 我也没什么烦心事 老伴身体也健康 而且老伴也有退休金一个月3000块 我们两个完全够用 我们两个计划着过几年一块出去旅游 去道城那边租个房子 安度晚年 我本以为这样的时光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谁知道我的一个决定毁掉了我的幸福万年 我当时想的是我有退休金 我老伴也有退休金 我们两个自给自足 晚年可以过得很好了 能不麻烦子女就不麻烦子女 毕竟现在的社会压力这么大 子女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老伴一直很宠我 如今我年纪大了 老伴也是从来不让我去做饭 都是他做好饭我只负责吃 洗碗这种事情都是他做 把我宠得不行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我老伴因病去世了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一时间无法接受这种变故 一个好端端的人突然就走了 刚开始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的 后来慢慢的我发现了 一个人根本做不到 每天独孤的要命 连个说话的都没有 我感觉我都要得抑郁症了 就这样我萌生出了找一个老伴相互度日的想法 毕竟我这个年纪了 能有几个好年头 当然我也知道 到我这个年纪找老伴的都各有所图 如果我没有退休金还好 如今我的退休金也不低 我也让相亲公司找了几个合适的人员的 但是相处下来都不行 都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 让我去伺候他 我本来退休金就不低 自己就过得很好 听什么去伺候他 所以我决定还是自己过 于是我养了一个猫咪 有小猫陪我 我的心情好多了 不再和以前一样 我现在每天就是打扫打扫卫生 种种花什么的 如果不想做饭 我直接去饭店吃 也没那么多事 幸好我选择不再找老伴 找了老伴还要伺候老伴一家子 这样挺好 老伴走了以后 我每天晚上都想他 想得整夜睡不着 但是我也知道 想他也没用 所以我爱上了喝酒 我每天晚上要喝点高度白酒 才可以睡得着 但是有一次我喝多了 从床上摔下去了 差点摔断一条腿 这件事让我儿子知道了 我儿子也孝顺 马上开车回了老家 带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还好没什么事 然后说什么也不让我自己在老家 必须让我跟着他俩回城里居住 当然我也不愿意辜负儿子的孝顺 只能答应了 来到城里 儿子儿媳对我很好 家里的家务用来不让我来做 甚至打扫卫生这种事都要抢着做 还给我买一些保养品 让我养好身体 我平时闲着没事就下楼打打牌 跳跳广场舞 还认识了很多朋友 经常聊聊八卦啥的 儿媳妇孝顺 每天都会给我准备饭后水果 我感觉这种生活才是我的想要的幸福晚年 我经常在小区里夸我的儿媳孝顺 对我好 我感觉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 就是养了这个儿子 但是好景不长 过了几个月时间 儿媳和儿子就开始懒惰 家里的活也不干了 我只能自己上手 我的生活变成了接送孙子 打扫卫生 收拾家务 做饭洗衣这些事情 每天两点一线 忙得和陀螺一样 但是我并没有怨言 歇进是自己的孩子 能帮到他们我很开心 我唯一的奢望就是孩子回家 可以和我说说话聊聊天 谁知道我儿子回来以后 就和儿媳在沙发上玩手机 看电视把我当空气 每天回家就等着我做好饭 吃完饭就躺沙发上 我来收拾碗筷 他们根本不管把我当成了免费保姆 而且儿子儿媳赚得很少 儿子在小公司上班 一个月赚得不够还房贷的 儿媳在店里帮忙 赚得根本不多 在他俩的劝说下 我只能把我的退休金和存折 拿出来给他们补贴家用 不然我在这个家根本无法立足 我自认为帮孩子做点是不算什么 但是我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 儿媳开始贪得无厌 有一次我洗碗的时候 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 谁知道我儿媳直接破口大骂 骂我老了不中用 我又不敢说什么 寄人篱下的 我只能拿了五千块给了儿媳 这才稀释宁人 而且这些碗筷都是我花钱买的 我打碎一个又怎么了 难道他们永远不满足吗 最可气的是 我的存款和养老金都被儿子儿媳败光了 他们并没有就此打住 甚至开始动起了我的棺材板 我老家有一套平房 那是我和老伴的命 有一次一项不和我说话的儿子竟然主动和我聊天 我当时非常的开心 但是儿子却说 妈 家里那个平房反正你不住 不如卖了吧 能卖多少钱 卖了你就住在这里 我好好孝敬你 我刚才特别难受 那套房子是老伴留给我最后的念想 如果儿子竟然想卖掉它 而且我的存折和养老金都被儿子儿媳败光了 我根本不信他们能给我养老 如果养着我 是因为我还有一点用处 可以帮他们做免费保姆 如果我有一天没有用了 那他们肯定不会管我的 我当时就发怒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 这套平房是我的底线 最后儿子就说 如果不卖就和我断绝关系 还骂我为老不尊 我现在真的后悔当初选择和儿子住在一起 付出了这么多 付出了人力 付出了金钱 换来的确实如今的辱骂 随后我便搬走了 儿子找了对象 向着儿媳了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小孩了 我也想明白了 我搬回了老家 我如今一个人生活挺好了 晚上的时候出去跳跳舞 回来就喝杯牛奶睡觉 第二天早上就去院子里种点蔬菜 自给自足 家里请了一个保姆 帮忙打扫卫生 我也不用太辛苦 日子不知道舒服了多少倍 我现在真后悔搬到儿子家去养老 差点毁掉我的晚年 人到了晚年还是要自己握紧钱袋子 不要轻易交出来 哪怕是自己的子女 把钱握在自己手里 才有底气 当然也不要因为子女的劝说 就把钱都给子女 碰到孝顺的子女还行 碰到不孝顺的子女那就倒霉了 cm0.tv 字幕后